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林松 很高兴又和各位在这个视频当中见面了 今天呢依然继续给大家更新一个雅思口语的话题 但是呢今天和以往有点不一样 因为之前呢我主要是更新这个part1的话题 今天呢我开始更新part2 同样也会开始更新part3的内容 除此之外呢可能还会给大家讲一些 分享一下这些关于口语 如何拿到高分的一些技巧 或者说一些注意事项吧 总之呢就是开始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内容 就是不管是part1 part2还是part3 我们都会有涉及到 好各位请看到这个屏幕上 屏幕上呢已经给出了一个part2的话题 各位知道可以看到这个话题呢 它的要求是describe a wild animal from your country 就是说你描述你的国家的一个野生动物 然后呢他给你一些提示 让你说什么内容呢 You should say what the animal is and what it looks like 就是说这个动物呢是什么动物 然后呢看起来就是外观怎么样吧 看起来怎么样 还有就是说where it lives 就他住在什么地方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explain how people in your country feel about this animal 就是说你们国家的人对这个动物有什么感觉 或者就是说对这个动物的态度怎么样 对吧请注意到各位这边是wild animal 所以这个wild animal呢 你就不能去聊什么猫啊狗啊 这个猫啊狗啊不属于wild animal 他属于pats对吧 属于这个家里的宠物 他要你聊的这个wild animal 可能就是外面的 就是比如说在野外的 或者说就是你家里不可能养的一些动物 对吧 所以呢 我在这边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想聊一个什么 那个动物了 我们可以聊一个鸟类 就是这个鸟在这个中国可能不是很常见 不好意思啊 我我电话来了 好的我们来继续继续来看这个这个问题 好 所以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描述这个动物对吧 我们按照这个这个这个逻辑顺序来一一层一层的层层递进来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他首先问了这个鸟是就是说这个动物是什么动物对吧 然后呢 看起来像什么一样 所以呢 我要描述一下这个鸟呢 是我刚刚讲的描述一个鸟类 所以我要讲看这个鸟呃 就是首先告诉各位是描述一个鸟类 然后呢 再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对吧 这个鸟类 好 首先看到第一句话 I'm going to describe the robin OK Robin表示罗宾 这个鸟呢 其实可以指罗宾鸟 可以叫罗宾鸟 没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枝根鸟吧 其实我也就知道枝根鸟这个名字具体枝根鸟是什么样的鸟 我也不太清楚 对吧 无所谓了 反正描述一个枝根鸟就好了 I'm going to describe the robin 然后呢 我要解释下罗宾对吧 which is a wild bird that is common in the uk 就是说罗宾鸟呢 或者说枝根鸟呢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个野生鸟类在这个英国出现的 ok 然后呢 说完这句第一句话之后呢 我要开始描述一下这个呃 就是外观是怎么样的对吧 what it looks like 就回应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那句话呢 回应了这个问题 回来告诉这个考官 告诉这个听众 我想描述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然后呢 我要告诉这个考官 告诉听众 他长什么样子呢 the robin is a small bird ok 罗宾是一个非常小的一种鸟类 呃 然后呢 with brown and white feathers and the area of bright red color on its face 就是说这个 他有这个 brown 有这个褐色的灰色的 对吧 然后呢 whide further就是一个羽毛 thirst and the area of bright red color on its face 就是说有一个区域呢 非常bright red 是什么 就非常鲜亮的这个红色 然后呢 on its face 加他这个脸上面就红扑扑的感觉 and on the front of its body 就是说在他这个身体的前面一块 可能是胸前的一块 对吧 然后呢 我再继续说 the area of the red color makes robins very easy to distinguish from other birds ok 好 就继续解释了这个说明 so the area of the red color 就是说这个红色的区域 对吧 就是有红色的羽毛的区域 怎么样呢 起来一个什么作用呢 mix robins 就是让这个罗宾鸟 让这个枝根鸟呢 very easy to distinguish 就是说很容易去区分区别 或者查找到from other birds 从其他鸟类当中分离出来 或者说这个这个把它鉴别出来 对吧 好 这个题目呢 这个这个呃 我回答呢 就已经回答了这个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 然后呢 它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ok 好 来 各位我们来 除了这个之外呢 肯定要呃 看一下这个第第2题了 对吧 第2题 不是第2题 就第2个问答吧 第2个问答 就是说这个鸟啊 这个住在什么地方 对吧 where it is where it lives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鸟住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看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鸟啊 各位来看这个答案 robins are common garden birds 就是说罗宾呢 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公园的鸟类 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 比如说家里的花园啊 或者市政的公园里面啊 都非常常见 就是说 在在你这个住的地方 可能都会有 对吧 就是说 并不是说 你非要去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 才会碰到这种鸟类 ok 然后many houses in the uk have a garden 就是说很 在英国啊 大多数房子呢 都有个小花园 and you can often see this bird sitting in a tree 什么意思呢 就你常常会看到啊 这种鸟啊 然后呢 它站在那个树上 对吧 其实就在你这个家的这个花园里面 或者说小附近的小公园里面 they make their nests in trees and go looking for food 就他们把他们的潮雪呢 这个住建筑在这个树上面 可以这个就表达是 they make their nests nests比较潮雪的意思 ok in trees 就在树上面 and go looking for food 就是然后呢 出去会觅食寻找食物 you might also see a robin if you go for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or in a park 就是说 你通常呢 还会看到罗宾鸟 或者这个鸟 如果你去到这个散步 对吧 走路的话 散步的话 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散步 或者是说呢 在公园里面散步 你都会看到这个罗宾鸟 这个其实好像相当于 就感觉像我们的这个 麻雀一样 对吧 就到处很常见的一种鸟类 比如说你不一定非要去到 圣诞老林 你在这个周边的公园啊 树上啊 就是家附近的这个树上 都能看到 好 这个第二个这个答案呢 就回答了这个 这个罗宾鸟 住在什么地方 对吧 逻辑层次非常非常清楚 然后第三个呢 我要讲一下 解释一下人们呢 在我们的国家 对这个这个动物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 对吧 就是怎么样的 来来看待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直跟鸟 或者叫罗宾鸟 OK 好 我们看第三个 这个继续的回答 是这样子的 好 第三个是 Robin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British culture 就是罗宾鸟 或者直跟鸟呢 在这个英国文化当中呢 有特别特殊的一个地位 好 什么样特殊地位呢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Christmas birds 他们通常被认为啊 通常被看作是什么呢 是圣诞的 圣诞节的这个鸟 OK 然后and are often used on Christmas cards OK 就是他们经常呢 会用在这个圣诞的卡片上 比如说你寄给朋友 或者你收到这个朋友的 这个圣诞卡片 对吧 上面印了一个鸟 那个鸟呢 通常就是这个罗宾鸟 或者说叫直跟鸟 OK Many people leave food in the gardens 就是很多人呢 都会放一些食物 在这个花园里面 这个食物当然就指的是 那些小面包啦 或者一些水啦 对吧 肯定不是肉啊 鱼啊这种东西 就是小面包啦 呃 就是鸟会是吃面包 对吧 就鸟会去去咬那个面包 就软软的 可能可能吃一点 没问题 就是leave food in the gardens for robins and other small birds to eat 就是说 这个很多人呢 会放一些食物呢 在这个花园里面 给这个罗宾鸟呢 还有其他这个小鸟呢 过来吃一下 对吧 就是这个坦白讲 就是这些 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吧 就是说可能 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富裕一点 或者说人们呢 这个都比较照顾小动物 所以呢 都会可能 就是碰到一些情况的话 都会去喂一下这个鸟 对吧 就放一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面包啊 还有水啊 可能饼干的话呢 他可能也能吃一点 对吧 就鸟那个嘴比较硬嘛 可以去咬那个饼干 好 没问题 各位 我们来总结的回答一下 看这个问题 首先呢 我想把这个 这个答案里面的好的词汇 好的表达方式 来 来和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 这个这个 呃 表达外貌的 对吧 表达外貌的 可以说一下 这是鸟的这个外貌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这个鸟 让这个什么叫做 the area of red color makes robins very easy to distinguish from other birds 这个让鸟很容易区分 这是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表达 各位可以记一下 然后呢 进入到第二个 这个句子的这个答案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common garden birds 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 非常好的端语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这个 they make什么什么东西 的这个非常好的 make their nesting trees and go looking for food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 衣服怎么怎么样 if you go for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or in the park 没问题 看到第三个 第三个呢 这个什么什么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British culture 这个非常好 然后呢 再看到一下 他们被认为 被称为怎么怎么样 对吧 这是个非常好的表达 好 看到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Christmas birds ok 这个 yeah 好 各位我已经把这个好的这个短语 或者句子 或者表达方式都已经用这个不同颜色标出来了 而且各位可以注意到我们的答案 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每一个答案的每一个层次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topic sentence 告诉这个考官我要聊什么话题 对吧 首先告诉考官我要聊这个鸟类 然后呢 再告诉考官是一个什么样的鸟类 然后呢 再告诉考官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地位 对不对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答案 如果各位在考场里面能说出这样的答案的话呢 至少得分的话呢 我觉得在 八分以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八分到九分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你也知道这个考试呢 不仅仅是考察你某一个部分 对吧 就三个部分要联合起来 所以呢 各位就是在part two 有表现好点的话呢 你part one part three也不能太差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如果你想在part one表现得好点的话 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我们之前的视频呢 主要都讲了part one的这个标准答案 然后呢 今天开始呢 会分享这个part two和part three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里吧 各位小伙伴 我是林松 这是我的这个网络ID 你用这个百度或者谷歌去搜索 都可以看到我在网上的一些所有的内容 然后呢 这我的微博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想交流的话题 你们都可以通过微博和我交流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留学 移民 还有这个 投资买方都可以 没问题 总之我所有的内容都会在网上和大家分享 各位小伙伴 那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吧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